防疫措施再次收紧 但婚宴人数限制不受影响 受访新人和业者表示 欢迎婚宴可如期举行 为了接待更多的宾客 由酒店业者开辟专用空间 方便客人进行活动前检测 记者谢新宁报道 相恋四年的蔡平福和杨顺子 早上在亲友的祝福下 完成了婚礼宣誓仪式 由于出席的人数在50人之内 宾客无需做活动前检测 但傍晚的婚宴邀请了70人 还未完成疫苗接种的宾客 就得进行活动前检测 这也是政府允许新人复办婚宴的首个周末 我们的宾客大概有40%都还没打第二针 所以他们今天早上得花出额外时间 来去测试 去整业所测试 由于酒店空间有限 所以他们也无法来到酒店而测试 这家酒店则提供专用空间 让宾客进行活动前检测 酒店表示目前有两成的新人 要求增加婚宴宾客人数 今晚举办的四场婚宴中 其中一场的宾客高达140个 酒店会协助新人 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PET供应商 如果新人自己也有他们的供应商 我们会全力配合 并供应免费场所供使用 活动前检测的检测结果有效期为24小时 受访婚礼策划公司指出 为避免宾客太早做检测 他们同婚宴场地附近的诊所合作 让宾客在婚宴当天进行检测 只要报上夫妇的名字 新人的名字就可以免费的接受 冠状病毒的测试 然后我们就会跟那些诊所商量 和接受那些报告的检测 这样子晚上他们登入的时候 也就会比较顺利 新传媒新闻记者谢新宁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